哎 惨不忍睹啊 第二棵榕树 现在又是这个样子了 这是我的大型翻车现场 这棵榕树是 也是几个月前买的 来的时候其实造型挺漂亮的 然后就 然后就这样 我具体真的 我觉得今天这个视频 其实不是分享任何经验 我是觉得很想向花友们 寻找一个如何养护榕树的一个方式吧 其实我也在网上查了很多 但是像 也都是说不要直晒啊 然后就是要通风透气啊 然后植料 要透气啊 然后呢也 就是不要多浇水啊 类似的巴拉巴拉 但是我这一棵 我真的 这是第二棵了 我觉得 他又死给我看 我就觉得 哎 心里觉得 很不爽哈 不知道发生什么原因 如果您知道 如果特别是您在大文地区的话 欢迎您积极给我留言 好吗 我要求助你们了 好 那今天的视频就在这里咯 我是新手 我们大家一起开心养花 一起交流经验 好吗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